爱生活爱美食 大家好,我是小莉 我们今天来做一款非常好吃的奶香玉米饼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 搅一搅就可以成功 吃起来口感松软、香甜、健康营养 非常适合做早餐 下面我们开始吧 在大碗中准备200克普通面粉 加入80克的玉米粉 三克酵母粉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白砂糖 先大致地搅一搅 再打入一颗鸡蛋 我分两次,一共加入了450克的温牛奶 将所有的材料搅拌均匀 最后搅拌成这样 有一些稀的状态 然后把它盖好 饧发到1.5倍大 饧发好的面糊体积明显地增大 内部的蜂窝组织非常的细密 我们把它搅一搅排气 平底锅需要提前预热 刷入少许的植物油防粘 盛入一勺面糊倒入锅中 然后加盖一直保持最小火慢慢地烙 烙到小饼边色 底部也已经定型上色了 再把它翻个面 再烙大约30秒钟左右 烙到小饼的两边都上色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款奶香玉米饼健康,营养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是很适合做早餐的 我们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就把面调好 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发酵一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做 非常的方便 它吃起来的口感是松松软软的 又香又甜 早餐搭配白粥或者是豆浆 都是非常好的 你也赶快动手试一下吧 我是小丽,明天见